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讲这三种话 希望你一个都没有没有时的一辈子 能做到真正的一路顺风 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经历暴风骤雨的阻隔 若是遇到不称心的人或事 便开始无羞耻地抱怨 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负面情绪中去 到处散播负能量的人 逢人就说自己的凄苦遭遇 更会让别人对其为恐必之不及 鲁迅著名的小说祝福中 身世悲惨的祥林嫂 就喜欢到处讲述自己的经历 她早年受尽了虐待 好不容易加到好人家 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却又遭到丈夫和儿子死亡的双重打击 因此 有些精神失常的她 开始变得怨天有人 到处和别人讲述自己的不幸 一开始 大家还能对她抱有同情之心 但她翻来覆去的讲述 终究还是招致别人的厌烦 正如晚清众臣曾国藩所说 牢骚太甚者 其后必多以色 抱怨自己不能控制和拥有的东西 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情绪宣泄 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在负重前行 有智慧的人 面对挫折稳如泰山 淡然处之 愚蠢的人 稍有不顺便会心生怨对 怨天有人 再多的抱怨 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不如尽心寻找方法 才能填补苦难的沟壑 卢梭曾说 人之所以犯错误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 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 生活中 不凡有一些狂妄自大之人 或是自视甚高 目中无人 或是喜好吹嘘 夸大其次 他们之中有些却有过人之处 但却仅凭些许优势 便认为自己高仁义等 处处彰显优越 还有一类人明明是平平无奇 但却靠着夸夸其谈 总是要顾愤口出狂言 时时哗众取宠 在知乎上 就由网友发帖吐槽自己的一个同事 虽然对方家境很好 也有不错的工作 但是每次喝酒过后 便喜欢大肆吹嘘自己 比如自己曾经见过哪些名人 有着如何广阔的人脉 在何处有怎样的所见所闻等等 不了解他的人 总以为他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 似乎一切问题在他这里都能迎刃而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所说的那些人脉 不过只是与他有点头之交 他的真实能力也十分平庸 孔子曾有言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始交且令 其余则不足观也已 就算拥有如同圣贤周公般的才能 若是因此而变的骄纵轻狂 其余方面也没有审视的必要了 爱说狂话的人 往往眼界狭窄 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内心的自卑早已显露无遗 人可以有傲骨 但是不可以有傲气 唯有谦卑低调 今小甚微的发言与形式 方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汉述中有云 不亏人归门之思 听闻忠狗之言 不去窥探别人的私事 也不听闻别人的私下言语 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基本尊重 毕竟谁也不想被别人在背后议论 也不会与喜欢乱角舌根之人真性相交 可偏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常在别人不知情是般弄是非 把别人的私事当作生活的谈资 1999年时 宁夏京元县的一个小村庄内 曾经发生过一起害人听闻的枪击案 一名叫杨志青的村民 用一支自制手枪 将妻子 女儿以及另外六名村民杀害 他之所以犯下命案 就是因为受不了村民在背后对他的指指点点 以及无端的造谣 三年前他曾在路边捡到一个男孩病带回家抚养 可别人都说这是他与女儿的私生子 三人成虎的风气下 连家人也对他颇有怨言 在圣母高压之下 他便对这些人展开了抱负 格言连笔中层言 静坐场私起过 先谈莫论人非 命苦福博之人 身上还有之三大特征 希望你没有 嗔恨心重 心量太小 喜欢计较 心态不好的人 往往没有福气 如果一个人总是负能量很重 喜欢抱怨 整天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喜欢 这样的人不会过得幸福 一个人内心的能量影响他的苦乐 心态越激起的人 往往越顺风顺水 不是环境影响人的心态 而是人的心态决定外境 佛家讲一切为心造 静随心转 人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造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一定要把心量放大 少些计较和仇怨 所谓量大幅大 内心阳光了 才能感觉到佛光普照的加持力 你自己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 赞美的东西也入不了你的心 不畏因果 没有知慧善根 人不论贫穷富贵 对待世间万无 都要抱有一份敬畏之心 要有做人骑马的底线和良知 要有悲悯之心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业障是自己感召来的 真正能帮你化解灾恶的不是佛菩萨 而是你自己的善业 人为善 福遂未至 祸以远离 人为乐 祸遂未至 福以远离 越是有智慧 有善根的人 福气越深 越是于吃颠倒的人 障碍越重 不孝顺父母 有句话说 父母本是在世佛 何须千里拜灵山 当我们生活遭遇到不顺的时候 人们往往临时抱佛脚 赶紧跑到寺庙里去烧香拜佛 希望菩萨慈悲加持自己度过难关 可是我们要明白的是 人生的福气不是求来的 而是修来的 你没有修到那个福气 再想要的东西也是求不来的 佛教不是世人走洁净的地方 违背因果的事 佛菩萨也帮不来 与其苦苦求佛 不如在家好好孝顺 善待自己的父母 在家孝父母 何必远烧香 你的福气不够 一定是你德行有亏 佛说 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即使不信佛 也负责身后 佛不需要你拜他 佛需要你做一个善良 懂得感恩的人 对佛菩萨再恭敬 在家不孝父母 甚至伤害父母 这样的人缺得损负 自讨苦吃 生活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能把自己的生活里 轻易实属不易 哪里有精力管别人的是非 未曾经历别人的酸甜苦辣 就不要轻易对其网家评论 更没有权利干涉他人的正常生活 不让自己卷入矛盾的唯一方式 就是不去制造矛盾 人与人相处 一定要把握好度 少说一点话 多做一点事 福报自然如影随形 惠律法师曾说 当你要开口说话时 你所说的话 必须比你的沉默更有价值才行 说话 是人生修养的重要部分 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合理表达 欲试不说怨话 意味着自己有沉着冷静的内心 人前不说狂话 代表着自己有虚怀弱骨的平性 背后不说闲话 体现着自己有尽闲理事的德行 希望每个人都懂得说话的技巧 用温暖人心的话语 为自己的未来铺好宽广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